张昌宗是谁 张昌宗人称六郎 与哥哥张艺芝都是武则天的面首 公元697年 张昌宗被太平公主引荐给女皇武则天 深得女皇的喜爱 随后张昌宗又将自己的哥哥张艺芝介绍入宫 深得武则天的宠爱 每当武则天宴请时 两兄弟都穿着华丽 智骗赌博来取悦女皇 后来 武则天封张昌宗为春宫侍郎和叶国公 并且是收纳三百户租税的时封 武则天晚年时 张昌宗兄弟俩独揽朝政大权 善杀大臣排除异己 公元705年 众大臣趁着武则天病重 发动神龙政变 张昌宗两兄弟被斩杀在吉仙殿廊下 张昌宗与哥哥张艺芝恃宠而骄 在朝廷内外肆意妄为 最终 二人在宫变中丢了性命 也算自食其果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